這門課是跟雲端有關 那當然雲端的應用其實非常的廣泛 未來其實會銜接可能跟那個工業4.0其中一環會把大量的資料都放在雲端上面 其實也會有非常大的關聯性 也就未來 很多的相關的那個應用功能慢慢也會變成一個一個的雲端 甚至除了說你可以在電腦上面可以存取之外 其實在你的手機上面的也一樣可以存取得到 所以在電腦裡面會有一個有沒有 你進到Google的首頁嘛 那當然他這邊會有一個點點這個總共9個點 表示說裡面就是放的是所有的那個Google的相關的那個 什麼雲端的這個App 其實他也是手機上面的一個App 所以基本上你在手機上面 也可以看到一模一樣的功能 也就是說你現在在電腦上看的 在手機上面一樣可以看得到 所以基本上他的好處就是說 比如說我今天呢 我可以把資料通通放在雲端上面 那我如果人在外面的話 我可以打開手機 我一樣可以看到 我可能放在 我雲端上面的資料 這樣的話有個好處啦 就以前你可能放在你自己家的電腦 那你如果要把資料再抓到你的手機 恐怕是一個問題 所以雲端的話有個好處啦 反正我放雲端 那我只要在任何一個裝置登錄我的帳號 我就可以看到 不見得是那個Google而已 像Jobox也是一樣 或者是像那個Apple 那個蘋果的那個iCloud 其實概念都是一樣的 我是取那個 我是覺得用的比較 普遍吧 因為目前雲端應用 我覺得Google還是在這方面應該是 應該是 最強大的 那所以第一個那個雲端硬碟部分的話 恐怕 如果你對於這個雲端硬碟功能不熟悉的話 請務必記得就是說 試著用用看 如果你對他不熟的話 那第二個的話 請試著在你的手機 也安裝那個一樣對雲端硬碟的一個App 應該都有吧 像我自己習慣就是說 我在我自己的 電腦存一些東西直接傳到雲端上 手機也可以同步可以看得到 那這裡面的話 這樣第一個我們可能 會介紹 當然裡面我們上禮拜是利用 這個雲端硬碟裡面的表單 做一些 練習 那其他還有像什麼 這個像相片 我想各位應該有用到吧 像比如說 他這個功能跟手機 也是 會有 互相那個 相通啦 就是說 比如說我們在 外面照相好了 你比如說出國好了 出國照相 那 那個相片功能 他可以直接怎麼樣 像我有把那個同步功能打開 所以我照了像之後的話 同步也會傳到雲端上去 那所以我只要有一台電腦 一樣登錄同一個帳號 我可以看到 我自己的所有照片 通通上 那你可以 同步也可以直接分享給親朋好友啦 那他的好處是說 他其實 有兩 他有那個品質 就是說他上傳的品質 有一個是高品質 是沒有限制你傳多少相片 所以這個好處是說 你只要手機上 手機上拍照都可以傳上去 甚至我也不只一支手機 那如果不同的手機有時候你拍照 這支有 然後我也不知道哪一支拍的怎麼辦 沒關係啦 你就把他這個同步功能打開 只要你拍完照 任何一支手機都會 傳到你的帳號裡面 你相片裡面也可以看得到 甚至我覺得這個相片功能裡面蠻蠻棒的功能 就是說 他當然會按照你的時間順序幫你排列 所以你可以像我 以前大概十幾二十年前 應該沒那麼久 十幾年前的相片 其實也都把它全部傳上去 所以我可以看到一個歷程 這個功能我覺得還蠻好的 另外的話 他還有一個新的功能 就臉部辨識 比如說他會自動秀出哪一個人的臉 你把它點擊 那在你的相片 相簿裡面 只要有出現他的那些 那個照片 舉凡是合照 個人照 全部都會自動幫你列出來 所以像我那個 我家小朋友的相片 我想要點一下 他所有的照片 從他出生 這 再大一點 基本上都會列出來 不過因為 小baby到大 輪廓或多或少會不一樣 不過他還蠻厲害的 他還是可以抓得出來 所以有時候點擊就可以 這個功能其實我覺得還蠻方便的 另外那個Google地圖 那更不用講了 這個Google地圖 如果你出門在外 其實出國自由行 這個應該是必備的 為什麼 尤其在日本 你會發現 他幾乎把所有火車時刻表也好 或者是一些巴士的時刻表 他其實基本上都幫你同步了 甚至那個 像車票的費用等等 其實他已經幫你列好了 那 再來當然就是有關YouTube 這個也我們一個重點 怎麼樣 也許 後面也許會有作業 就是說開始建立你的YouTube頻道 在YouTube上面建一點東西 不過素材部分的話當然 剛開始也許可以取材 取材 非常廣泛 你可以 像YouTube一樣 你可以自己拍一些 但如果你實在沒有也沒有關係 你可以 暫時先拿 現成的 比如說別人像 YouTube上面有那個CC CC就是創用 就是 他允許你在非盈利的情況下 可以取他的某部分的影片來用 不知道各位有沒有搜尋那個YouTube上面 他的下方會有個CC 有沒有 不知道有沒有特別注意 創用CC 就是 在非盈利情況下 他可以允許你使用他的資源 那當然其他還有像什麼翻譯 那個翻譯當然更不用講了 出國一定也必備的 像他有個即時翻譯功能 比如說你講 講中文他自動翻譯成日文 另外還有一個好像照相 自動幫你辨識 比如說那個牆壁上的那個 貼的海報上面 你不知道寫什麼 你也可以把它照個像 用翻譯功能 不過這個是來講手機的 他也會自動幫你什麼 把裡面到底 牆壁上的那些字 包含日文 韓文 你如果看不懂沒關係 你把它選起來 它上面都同步幫你翻譯出來了 不知道各位有沒有用過這個App 其實 Google只要有一個 上面有的功能 在手機裡面也一樣有 所以這個當然是我覺得很方便的地方 其他像 日曆 所以我會建一些日曆在這邊 就把我的行事曆 打開了我就知道說我這一周有沒有行程 所以如果有 有人要跟我約時間的話 那我可以稍微看一下形勢力 另外KIP這個也蠻方便的 這個有點像那個什麼 有點像3M那個什麼便利貼 反正你就記錄一些東西 他可以隨便記 記錄你一些行程等等的 其中的話 當然我們一個來看 比如說 比較重要吧 其他我想如果你都沒有用過的話 我是強烈建議 你可以先了解一下 這個部分其實主要就是有關雲端的應用 那我看雲端硬碟吧 上禮拜講的 那我們上禮拜主要是利用這邊有個新 更多裡面有一個表單 當然除了表單之外 還有其他的功能 那像我現在用的還蠻蠻多的 裡面包含就是我把所有的簡報 然後甚至是一些相關的文件 相關的一些 檔案全部放在上面 所以呢 我上禮拜有給各位一個那個問卷 這個做的 另外雲端硬碟 比如說我會分享一些東西 先暫時放在雲端上面 那我在這邊 也是一樣呢 就是利用什麼 利用那個Google的 這個 我上禮拜講 另外還有一個 未來的話 我會把一些 可能上課會用的檔案 放在這個連結 GOO.GL XK8 G WG都大寫 那這邊的話呢 其實也是利用雲端硬碟 他有點類似像以前 你可能要架個 架個網站 才可以分享 你要給別人的檔案 不過呢你可以利用什麼 利用雲端硬碟 其實也可以達到 那個架佔 才能夠做到的 這個功能 那也就是你比如說我 這個地方 我們把這邊連結過來好了 假設這個網址 我把它貼上 GOO.GL 這裡 那 這怎麼做的基本上 你可以 利用那個Google雲端硬碟 如果你要把 某一個資料夾 跟別人分享的話 他上面有一個功能叫共用 那基本上 我只要採取 就是上面記得 上面有個叫什麼 開啟 連結共用 這個時候呢 他會出現一個網址 這個網址 實際上就是 將來 你只要把這個網址 告訴對方 對方 連進來 就可以看到這些檔案了 所以以後 你可以把你的檔案 傳到雲端硬碟 然後再利用他的共用功能 並且把那個 這個網址 告訴對方就可以 但是這個網址 當然有一個缺點 就是這個網址太長了 所以 一樣 我會把這個網址 複製一下 另外的話 你可以把他 到 GOO.GL 直接貼上 這也上禮拜講的 就是再把他 縮短一個網址 Shootern 然後他就會產生一個短網址 加一個什麼 加一個QR Code 就這樣子 所以你會發現 GOO.GL 他還蠻好用的 不是只有問卷 你還可以用在很多 只要你需要把一個很長的網址縮短 那你通通都可以利用那個 GOO.GL 而且他其實不用收費 他也沒有任何費用問題 另外他的效率其實也還蠻好的 再來就是說 我如果想要知道說你們點擊的情況 他有一個分析你點擊的狀況 比如說 我可以知道說 你們這個月 同學點擊的數量多少 或者是week 一週裡面有沒有點擊 或者最近有沒有點擊之類的 所有時間 這個可能 這個課應該是結束了 所以點擊比較少 我看一下最近的 像我這邊有一些最近開的課 這 這個吧 他有一些分析 那我就可以知道說 同學回去有沒有好好練習 哪一天點擊次數比較多 哪一天又突然帶多了之後 數量比較少 這一天又突然又增加了 那這個是切到有沒有 這也是一個大數據分析 比如說我怎麼知道你們到底回去有沒有 用功 很簡單 你回去如果有連結 到雲端硬碟去下載資料表示說你回去有練習 那如果你沒有點擊那相對當然你就是沒有做 也就是說如果我想要知道某一個連結 被點擊的次數 跟 一些相關的訊息的話 你可以利用什麼 GOO.G 然後 這邊有一個 可以讓你去做分析的 在旁邊這邊點擊 分析功能 那你會發現這邊就有所有時間 這個月 然後 這個星期 有沒有哪一個時間 他甚至會告訴你幾分哪一個 時間點 大家點擊的 這個這個是最多的 幾點 幾分 幾點 其他的話 底下還會告訴你什麼 他用哪一種browser 就是用哪一種瀏覽器 那你可以看到最多還是用Chrome 你會發現最多 這麼多 其次的話呢 才是用MS 就是Microsoft IE瀏覽器 再來就Firefox 那這個就是Suffer 這個是用Apple的 就是 所以 這算是貴族 所以用 Suffer這個應該是 蘋果電腦 OK然後 其他還有什麼呢 用哪一個平台 像用Windows 不管是Windows7 Windows8 Windows10 那 還是最 占最大宗 另外的話呢 Android就是用Google的手機 Google 再來就是 Macintouch 這個也是Apple的 Apple的電腦 iPhone 所以你會發現 這個 數字其實還蠻具有參考價值的 因為我的學生裡面大部分應該都 也有人用iPhone 不過 基本上佔的比例 還不算太多 再來就是說 它是從哪邊去連結的 那目前 我們主要是台灣這邊連結最多 可是如果說 像 我有一些影片 國外也有一些 好人觀看的話 他也會在其他地方顯示出來 所以利用這樣的方式 你可以去追蹤 到底你的那個 使用者 點擊次數 瀏覽器 還有它的裝置 甚至它的地區 你都可以 掌握的一清二楚 再來呢 YouTube 不止 這個是 GO.GO提供的功能 那YouTube 或者是YouTube裡面的 那個 Google提供的部落格 他甚至還有更多的分析 的資料 像 像YouTube上面還會提供給你什麼 性別 比如說 你觀看你這個影片 男生跟女生所佔的比例 另外的話 還有年齡層 比如說他是 是哪一個 10歲 每10歲他就一個Range 所以其實 你可以藉由這些數據 可以更加的清楚 到底 會使用你所產生 像我放在網路上面這些 到底有誰看 那你這樣子的話你也比較知道說 你的市場的區隔在哪裡 另外的話 當然你可以 去再做一些調整 OK好這個地方的話 說明一下就是剛剛提到的 有關 就是雲端 上面的資源 那我雲端上面呢 這邊的空間 目前呢 Google他是提供給我是 1.02TB 而且這個部分的話呢 是完全是免費的 Google完全免費的提供給我 主要原因很簡單 因為之前 我看到他有一個最早剛開始那個Google地圖 Google地圖本來是沒有那個什麼叫做在地想導功能 有一個叫做你的貢獻 他這個叫什麼在地想導的一個活動 這個活動很簡單 就是你只要在 短時間內 他好像沒有一個期限 只要達到好像200分 那他就送你免費1TB的雲端硬碟空間 我想說他蠻誘人的 我就試試看 我大概一周 就達到200分 所以馬上他就送我1TB 還非常簡單 而且我還 廣為宣傳 不過後來發現他的規則又改了 馬上 就不提供1TB 後來降好像降成100 100GB而已 所以有的時候你要 搶頭箱的人 就可以給比較多 但是如果你手腳慢的話 那當然就沒有 因為這樣關係 我很習慣就是說 只要在外面有 比如說吃喝玩樂的地方 那我就會做什麼 舉凡就是評論 評論大家應該各位知道吧 比如最近我去了哪裡 你會發現 不過這有個缺點 就我的行蹤 每個人都知道 我去哪裡 他 因為我習慣就會 評論一下 評論一下 另外的話 也會怎麼樣 也會 PO一些相片上去 所以上面都會有PO的相片 在這上面 像最近的話 就到了北海道 去 六天的自由行 我講過了 其實你要自由行很順暢很簡單 第一個網路 你要買一個 在那邊連累到的網路 第二個的話 你要有一支好一點的智慧型手機 然後再 會使用Google地圖 真的 大概就夠了 其他的話 我想你再 Google一下 找一些什麼 找一些 爬文一下 做一點功課 那你大概 因為其實你出國的時間並不多 所以盡量能夠 像我的習慣是一定會找附近 至少要四顆星以上的 像餐廳也好 或者是景點也好 只要 那個太低的 那我就不去了 不然的話實在是太浪費時間了 因為你時間非常寶貴 一定要花在對的地方上面 不要說你踩地雷 到那裡 感覺是地雷 那就浪費時間 你跑一趟已經很花時間了 然後你又遇到一個地雷 那不是心情更不好 所以像 這個我當然一定會先做好功課 這個地方的話 那你會發現我這邊已經 總共傳了那個3000多張相片上去了 那他是自己傳上去 而且他Google地圖手機版還蠻厲害的 只要你有傳到Google相簿裡面的 他就會自動偵測你在哪邊照的 然後他會提示你說 請問一下你要不要把這些相片分享上去 那有時候我看一下打勾打勾打勾的 傳上去了 然後再做個評論這樣就OK了 因為這樣的關係 我在上面 也累積的觀看次數有600多萬次 也就是看我的看過我的相片的有600多萬 個點擊次數 其實也不算少了 那你想說 做這些事情有什麼意義 其實有時候在現在這個時代 潮流理下 並沒有什麼太大意義 不過我覺得 至少我是 活在當下 甚至是活在 我覺得現在 大家習慣的流行的 方式 至少你是存在的 就講講一個一般性的數以下存在感對不對 那其實我這也在刷我的存在感 也就是說你到某一個景點 做假的 哪些 4.5顆星 我想說不去看看 感覺好像 就是 反正在附近的就去吃看看 果真去了 果真真的是不錯 因為都有做一些功課 還有這是在基隆的 那個 等等的 這個叉子餐廳 這個還蠻有名 等等的 有興趣的話可以去看 還有什麼神戶牛排 因為我們也是去神戶牛排那邊 想說 你已經來到神戶了 不吃個牛排好像感覺 沒來過一樣 不過我後來進去之後才發現那個menu的價錢 一打開 真的快點不下去了 因為有些 各十百千萬 十萬日幣 有些還 隨便點一個 套餐 看有沒有比較便宜的 好像不點一個也出不來了 OK 那這個地方當然再照個像 留個紀念 其實 我們附近國家 只要有去過的其實都可以 你可以記錄一下 因為附近 當然有時候想要飛遠一點 不過時間可能要多一些 現在其實要出國自由行 實在太簡單了 而且甚至有些紅眼班機 像飛東京 來回可能不到三千塊都有 不過都是紅眼班機 你到了時候是凌晨 你可能要睡機場一下 早上去玩個24小時 然後又坐紅眼班機回來 回來到台灣又是凌晨 這樣你也不用付那個 飯店費用 但是你可以在日本玩24小時 或是你想要住一下 甚至還更便宜 人家還推薦什麼 你可以睡他們的網咖 網咖網咖還蠻安全的 而且費用還蠻便宜的 可以睡覺 也可以 看 也可以上網 反正這很多 食用玩樂的行程 除了你可以在地圖裡面找到之外 我覺得Google 他也提供了蠻多的 功能 舉凡在什麼呢 在YouTube上也可以找到答案 好像像之前 我看那個什麼去東京玩的時候 也是找了一個 阿倫的 本來我也不知道阿倫是誰 也是我女兒先看的 我女兒現在小小學一年級 然後呢 阿倫不知道各位有沒有聽過這 這一號人物 他有個阿倫 不知道 那你們可能比我還落後 阿倫不知道 而且後來我發現這個YouTube還蠻妙的 他整個歷程他把他的生活整個都分享給大家 而且最近他連結婚 他連 因為YouTube 當YouTuber的關係 然後呢被那個什麼三立 三立電視台邀請上節目 整個歷程他都把他公開 我覺得很妙 他從默默無聞 到大家都認識他 整個過程 其實也 可以 當成是要成為YouTube YouTuber的一個 一個還不錯的 一個參考 OK 我們這邊網路好像有點慢 大概是這樣 那 後面的話呢 也許我們慢慢就會進入到那個 有關 YouTube方面的使用方式 那因為 其他還有像 怎麼利用那個 Google地圖 這個是手機畫面 像你要 到一個地方你要 知道怎麼樣坐車 幾點幾分有車 其實在Google地圖上面都有 12 這是5點半 有沒有 可以直接坐車 坐幾分鐘到 紮黃 這邊都有 所以坐37分鐘 然後他跟你講說再來怎麼做 其實上面都有 而且時間 完全 是非常準確的 我發現 其實我蠻敬佩日本人的守時觀念 幾分幾秒 幾分 沒到秒 幾分就是幾分開車 抵達就是幾分就抵達 台灣當然就參考用了 當然 很精確 所以你玩的會覺得說 比較沒有什麼樣的那個 就是就是有那種 不一樣 不好的感覺 其他有像查行程表 這邊都有 比如說你到 像我們也跑那個什麼 富良 那個富田農 農場 就是整個都是花海的 然後呢 幾點幾分有車 這邊都有 比如說你要先看一下 時刻表 因為那個地方 真的就叫地廣人溪 像我們到那個中富良野車站 一出來 發現真的太美好了 為什麼 因為一個人都沒有 真的 所以我後來發現 真的最美 最美麗的風景 原來是沒有人 真的太漂亮 整個好漂亮 可是看不到半個人 所以因為沒有人 也就因為這樣的關係 車搬非常的少 你會發現他車搬距大概都一個多小時 才一搬車 怎麼辦呢 所以你要最好規劃 怎麼剛剛好 比如說你玩多久然後走到那邊 剛好有火車 不過我們當然車搬太太沒有那麼密集 所以我們中間還會穿插做個計程車 不過那邊的計程車 大概是台灣的三到四倍 所以你一上車之後 你就要有心理準備 像我們從中富良野做到富良 富良野車站 大概差不多九公里 九公里 九公里的話在台灣大概應該也不少錢了吧 大概要個 應該兩三百要吧 可是相對他那邊大概跳跳跳他跳得蠻快的 而且他開很快 大概算下來 我記得好像是2650塊的日幣 2000多塊的日幣 不過我是覺得省下時間我們可以搭就是 其他的話要像坐巴士也可以 那邊巴士的時刻表在當地也可以 當然在北海道試用在東京在大阪 甚至在九州其實也都適用 那好像比較不適用的像去韓國就不太適用 韓國因為他們有那個 就是跟北韓的關係很緊張 所以相對的他們很多Google地圖的那種位置都不精確 所以後來到 韓國可能要換一個地圖叫什麼 韓潮地圖 不過韓潮地圖有一個App 到那邊也是一樣可以可以通用的 諸如此類的當然 也是善用App就可以 幫助你 去做做一些動作 他行程這邊都有規劃 而且一目了然 另外當然你還可以做一些規劃 比如說做什麼車 多久時間 你可以做比對 那我的習慣 我會順便把它拍照下來 像手機 各位應該都知道手機怎麼照相吧 快速鍵就是一個那個 電源鍵 加那個什麼的 那個音量的向下 但是要從同時按 按一下 畫面就幫你拍照 然後幫你存在你的手機裡面 你可以怎麼樣 存在手機之後 因為我有同步到那個 Google的相簿 所以他也會自動 放到相簿 那我只要到有一台電腦上面還 就可以馬上做一些處置 比如說我要 做一些PowerPoint 其實也可以馬上可以 顯示出來 大家類似像這樣子 其他的話給各位參考 其他像Google相簿 這邊有一些使用者 你可以點擊 那他這個人就出現 人就出現 其實分裂還蠻清楚的 雲端硬碟 那再來的話 後面我們要接著繼續來看有關YouTube YouTube我想是一個重點 因為其他功能的話 請各位務必 就是自己再試試看 這個我想 要交作業恐怕比較困難 可以的話 是這樣 就是說我剛剛提過的 雲端硬碟 我們前面有個 表單功能 可以試做 那相簿的話 請各位試著用用看 而且手機也盡量安裝 但是有一點特別注意 如果你用相簿的話請你如果你那個手機的 你那個手機上網是沒有吃到飽的 那你可能要注意 你要先把它關起來 否則你那個頻寬很快就用完了 好像有些人是吃到飽的沒關係 他會自動傳 自動傳會用到頻寬 因為這個功能 因為我們這一次出國有個小小的遺憾 就是因為我們 我想說上去到日本用什麼方式上網會是最好 當然你去 直接用什麼手機漫遊比如說中華電影手機漫遊應該是 最方便的 可是當然也是最貴的 大概可能費用要2000塊吧 可是如果你去租那個WiFi機 大概要1000多塊 所以後來我就選了一個叫什麼 叫遠遊卡不知道各位沒用過 這個東西 遠遊 父母再不遠遊那個遠遊 遠遊卡 好 其實也會很多人心得 這個遠遊卡 他可以 包 8天 包幾 8天吧 不過我們去6天 但是他有個缺點就是說 他有使用的限制 最多2GB 也就是說你用了2GB 之後的話 不是沒了 還好 他會降速 他會降到大概300K 後來真的我們到最後一天真的就用完了 怎麼辦 沒關係讓他降速好了 我後來發現了300K好像也可以 下載OK 但是上傳 就會發生問題 OK 其他的話也許 也許你們可以試做這個另外地圖 如果 如果你沒有開啟那個什麼在地想導功能的話 那請各位也試試看就是說 打開那個在地想導功能 因為我 至少雖然他沒有提供1TB的空間 但是至少 他也有提供 100GB的免費空間 我想 如果說你期末 假如說你的那個 等級 像我現在等級是8 不過最高是10 那我一直想說有沒有人這麼厲害有沒有到10 後來我真的 我有看到一個人真的很厲害 10 10等級 而且他分數 我現在2萬多分我已經覺得我已經夠高分了 那個更厲害 他好像30幾萬分 這真的太厲害了 輸給他了 而且他也是到處就是拍照 上傳 評論等等 如果說你將來 假設你期末 這個分數夠高的話 你覺得你也可以告訴我 也可以當成是 一個作業成績 加分的作業成績 不過前提可能你那個分數 也不能太低 至少可能等級要個來的多少 大概5期還是多少 這個等級到底代表什麼意思 他底下有一些進一步說明 比如各位可以看到我這個星有8個箭頭 表示我8 等級是8 如果說你第1個等級沒有 第2等第3等級好像就3顆這邊都有相關的 有想請各位試試看 待會的話 我們再來針對YouTube部分 再做進一步說明 OK畫面先還給各位 那請各位 第一個 先 瞭解 Google的雲端 有哪一些比較重要的App 那這些App的話 請各位注意 除了可以在你電腦上面 應用之外 請你也在你的手機裡面 也同步做安裝並且使用 然後呢我們利用Google的雲端功能 先了解那個有關 雲端的相關應用 那這些 功能 我想 慢慢的會對你的生活 有很大的影響 我覺得這個還蠻蠻重要的 因為你如果不會用這些功能 很多訊息你是不會知道的 真的很重要 不然你就常常踩地雷 像我們現在已經學聰明了 比如說要進那家餐廳之前有沒有 先看一下 到底他是幾顆心 然後再決定要不要去 不然有時候進去之後的話才發現 大家都說很爛 就慘了 OK所以 我想這些訊息都很蠻蠻蠻需要參考 尤其你只要有 吃喝玩樂的需求 旅遊的行程安排需求 其實都會很需要 所以 像我們出去 只要會用 真的大家都說 都很滿意 OK 那當然也不是說 我很厲害 只是 這上面真的有你需要的訊息 那其實講回來 這個東西其實也是大數據 大數據應用的一環 為什麼因為 其實你只要數據夠大之後 那個東西 那家餐廳或者那家飯店 他是好是壞 其實 就很容易客觀的被顯示出來 所以其實 大數據分析的一環 裡面有一個重點 只要數量夠多 就可以成為 你決策的參考 所以你決策 這個決策也不是說 一定是做那個公司的 比如說你 決定要不要去那個地方 比如說 景點也好 或者餐廳也好 我覺得先做個功課 真的很 很重要 像我們訂飯店也是這樣 是不是 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